113年台灣稻米達人選拔賽 三星地區鄉鎮賽 今天在三星地區農會來登場 共有10名的農友入圍決選階段 分別為鄉米組7名 非鄉米組3名 希望藉此提升三星優質米的品質 以及能見度 促進農民收益 這次每年都會米的披薩 米的披薩就是你給全國 我們透過的母親 知道我們三千米就是這麼好 我們三千米就這麼好吃 希望比賽的結果 讓農民作修包裝 自己來販售 自己來買 讓那些芥末可以拿到 變得農民很好的手機 站在農圍 我們會繼續跟農民選 繼續跟我們常常 我們要花的 我們唱的這邊 來做一個很好的配合 繼續來祈求 我們三千米比較好的米 生產農比較高的米 比較好吃的米 來給農民 來三千米提供給我們三千米 另外就是我們米人 還是第一名 三千米應該可以說是 三千農產品的 一個很重要的產品 因為三千的地圓特別不一樣 我們三千米是全南洋邊緣的水頭 就在雪山 在台風山下來的水 第一個灌給我們三千的邊緣 所以三千米還一年一座而已 所以有很多優厚的天然資源 所以生產出來的三千米的中米 就特別不一樣 因為早期因為三千米的中米雖然好 但是在提供方面 可能比較沒有那麼多 強度那麼多 所以我們這幾年來 透過農會跟公司合作 我們把三千米去全國 很多曝光的地方 讓還有一個人知道 三千米的好 我們現在很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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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觀市的米的這些的窗鄉 現在我們現在很會來 來訓練我們三千米 經過農糧署 農改廠 資深主廚 水稻研究員等專家 針對了稻米外觀規格 及食味化學分析 糙米杏狀 官能品品等等項目 來進行仔細的評比 結果由吳岩昌來奪得 鄉米族的冠軍 而非鄉米族冠軍 則是豬昆中農友 分別獲得3萬元獎金 而兩人也將代表三星鄉 來征戰台灣稻米達人的全國賽 將會代表我們三星地區 前往全國 來參加全國的競賽 這有什麼閉館嗎 沒有啦 沒有什麼閉館 沒有什麼閉館 那就是這個 這個 政制的竹子 也是我們的 改洋場 這些 中間改戰制度 你要 以保護美 就是 要放好幾 善良 不可以說 成了那麼多 你有這裡 比較久的 一瞬間是 消費者會比較健康 用心照顧就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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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主要是氣候的問題比較大 對啊 這個在這個非鄉米族這邊 應該都是 它偏向是145的口感 因為它叫利益 在吃的時候 有感覺到它的這個 每一個的顆粒感是有 有呈現出來的 那在甜味的部分 也有展現出來 鄉米族這次的口感 大家可能是用147比較多 這次可能是今年這個氣候 有一點冷熱冷熱這樣子在飄 那147整體我們吃起來的口感 它的那個 粒粒分明的感覺 比較沒有 今年吃起來 粒粒分明的感覺比較沒有 三星地區稻米種植面積 約有2000公頃 品質是逐年提升 也漸漸打開了知眠度 農會協同三星鄉公所 持續辦理稻米達人地區競賽 希望藉此為三星的稻米 開創更多商機及收益 讓消費者品嘗到最優質的三星米 三星米 炸!炸!炸! 宜蘭新聞記者石世銘 蔡鵬報導